妈妈,救我,我被毒蛇咬了。 2018年,一通求助电话向晴天霹雳,让其女士一家措手不及,其女士一家赶紧把女儿送去医院,但当医生问女儿被什么样的毒蛇咬伤时,女儿却摇头无嘴,就是不肯说,不知道是什么毒蛇,医生就无法有针对性的给女孩打入对应的抗毒血清,每拖一秒,毒素就多蔓延几分,随着时间的流逝。 女孩的生命也危在旦夕,但她仍然不肯说出毒蛇的品种,女儿为什么不愿意说,在城市的女儿,又为什么会被山林中才容易出现的毒蛇咬伤? 这些问题萦绕在其女士心中,她急得大脑一片空白,浑身止不住地颤抖,就在这时,其女士接到一通电话,才得知事情的真相。 顿时,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,点个订阅不迷路,果然离谱为您申巴社会上的奇闻异事,事发当年,小芳,化名,正在上大学,刚21岁的年龄,2018年7月9日下午,陕西渭南市的其女士在家中的一楼做饭,突然接到处在二楼的女儿的电话,当时的小芳已经站不稳了,走路必须靠人搀扶,其女士活速带女儿去了医院,并打电话通知丈夫前来。 医生检查的小芳手指上,那个不痛不痒的红点石十分诧异,在一个人口如此密集的城市中,意外被蛇咬到手的病例可是十分罕见,再一细问,小芳说下午三点左右在公园被蛇咬伤,因为害怕,不敢和家人说,但感到身体不舒服,害怕中毒严重,才求助妈妈被送到医院,一般人被蛇咬伤。 如果是无毒蛇,只会在咬伤处留下一排齿痕,局部危痛或者起水泡并不会有全身反应,而一旦被毒蛇咬伤,蛇毒注入人体后会产生严重的后果,伤者会感到全身虚弱。 肌肉不由自主抖动,神志躁狂或者抑郁,严重中毒者会因呼吸衰竭死亡。 但在我国医疗救治角度,因意是无法辨别是否是毒蛇造成的咬伤,所以不管是有毒蛇还是无毒蛇,一律按有毒蛇咬伤措施来治疗,时间谨任无重,医生来不及多想。 连忙问小方咬伤他的蛇什么样子,只有知道蛇的种类才能用对应的解毒血清让患者康复,没想到,离奇的是,小方却在这时支支吾吾,结结巴巴,怎么也说不出咬他的蛇到底是什么样,时间紧迫,医生只能先按当地蛇肿的咬伤措施给女孩做了治疗处理。 在准备包扎伤口的时候,医生再次观察了伤口处,发现伤口不红不肿,女孩也不痛,这不像是被蛇咬过的伤口,根据医生的经验,被蛇咬过的伤口最明显的就是伤口贩子皮肤肿起。 殷伤者提供的信息太少,不知道毒蛇的种类,也不确定医院能不能解这种未知的毒,医生准备先送小方去检查身体脏气,再观察室观察病情。 然而,当天晚上九点,意外情况发生了,在被子里安睡的小方,喉咙突然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,像是有痰一样,同时,她的四肢和面部皮肤颜色发紫,腿脚不停地蹬,踹,不管父母怎么呼喊,她的名字都没有反应,很快,她的瞳孔放大。 呼吸和心跳都变得微弱,此情此景不仅吓坏了小方的父母,连旁边的医护人员都紧张了起来。 在短短几分钟内,小方就像变异一般,医生初步判断是急性休克,他们做了基础的急救措施,同时还内部联系其他医院紧急求助蛇毒血清。 50分钟后,小方的身体状况平缓,蛇毒血清也已注射进她的身体,父母和医生都松了一口气,被毒蛇咬伤后,只要注射对应蛇的解毒血清,患者在一段时间内会很快恢复知觉。 但小方的体征状况仍然不理想,往常被本地毒蛇咬伤的病例,即便短时间内不注射蛇毒血清,也不会这么快速地发作,带着疑惑,医生再次找到齐女士。 齐女士直言,我问了我女儿无数次,她都说在公园被咬伤,关乎性命的事,她不会撒谎的。 然而,一直到凌晨,小方仍然迟迟未醒,就在这时,齐女士接到自己妹妹女儿的一通电话,外甥女的一番话让在场的所有人心乱如麻。 妹妹说,姐姐不是在公园被咬伤的,姐姐前几天从网上买了一条蛇回来,可能是被买回家的蛇咬伤的,这话不说还好,一说简直惊掉了一家人的下巴。 小方的母亲在女儿的手机购物软件中翻来翻去,终于找到了女儿购买银环蛇的记录。 记录中显示,女儿购买银环蛇是想泡酒,然而银环蛇是中国陆地上的第四大毒蛇,属于蛇中剧毒,被咬伤后,如果不尽快治疗,短短几个小时就可能因呼吸麻痹而死。 家人知道此事,赶紧回到家里找蛇,害怕毒蛇爬出去后把其他人咬伤,可几个人在家里找了许久都没找到,小方的父亲赶紧拨打报警电话求助警方。 另一边,医院虽然知道了毒蛇的种类,但银环蛇毕竟不是本地蛇种,常规医院一般不会配备相应毒清,便紧急联系其他医院,准备空运四只银环蛇的抗蛇毒血清来。 可当血清到了的时候,医生已经宣布小方脑死亡,原来银环蛇的抗蛇毒血清的最佳注射时间是一个小时内,但这时的小方已经中毒超过了12个小时,这是其女士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事实,我们就觉得女儿还有心跳。 还有温度,怎么就死了呢?他们说我女儿已经没救了,我还抱着一线希望,希望女儿能醒过来。 7月11日,小方被转入西安的大医院接受紧急治疗,但脑部CT显示小方脑水肿已经十分严重,颅内已出血,确诊脑死亡,事后回忆起此情此景的其女士哽咽道。 我当时是不接受这个结果的,每一个医生都和我说一遍情况,我都会心里崩溃,每次都不能接受。 但一个医生换一个医生来和我说,到最后换得我不得不接受了,我本来抱着一线希望,也破灭了。 老家也传了消息,小方购买的银环蛇终于被找到,在小区的垃圾桶附近,万幸的是银环蛇已离奇死亡,没有人受伤。 7月17日,小方经抢救无效离世,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,其女士每每想起,女儿都垂胸一泪洗面,你走了,可叫我怎么活啊? 小方去世后,这件事却成为互联网上的热点事件,有网友说,你女儿是自作自受,不值得同情。 你女儿不买,也不会被毒死。 这些话像一把盐洒在了一家人心上的伤口。 不仅如此,亲戚朋友,邻里邻居也不乏一些说话不好听的,后来一家人都不想出门,他们只在家里一遍遍整理着女儿的遗物,看着手机里的照片,女儿曾经笑得那么甜,父母控制不住,再次流下了眼泪。 几天后,其女士整理好心情和思绪,她认为女儿确实做错了,一个成年人购买一条毒蛇,被毒蛇咬死,该承担的女儿都承担了,但她还是受不了网上恶毒的评论,养这么大容易吗? 那可是我的女儿,同时,她也认为,女儿被毒死这件事,其他人也有责任。 银环蛇实际属于国家三有,保护动物,售卖银环蛇的标准很高,要办理简易证明和经营许可,但从网络售卖,明显不合法不合规,于是,其女士联系了给女儿卖银环蛇的卖家,想要个说法,卖家接通电话,却失口否认自己售卖给女儿银环蛇一事,且态度恶劣。 但随后,其女士便发现了卖家的朋友圈,更新一则信息,一个买我银环蛇,谎称回家泡酒的妹子,把银环蛇当宠物丸结果被咬了,现在生命垂危,希望以此为戒,不要仅仅为了装酷,随便买毒蛇回家玩。 明明就是卖家售卖,却死不承认,其女士十分气愤,她认为,银环蛇本就无法私自售卖,女儿的私手先和卖家售卖有直接关系,她如果不卖,我女儿能买到吗? 随后,她找到女儿购买银环蛇的售卖平台询问情况,其女士认为,平台也要负责任,卖家销售违禁物品。 平台非但没有及时处理,就连基本的监管义务也没有做到,如果说不提供这个平台,这蛇也不会卖到我孩子这里来,她也卖不出去。 然而平台的回复也深深打击了一家人,平台说自己只是中介的角色,交易是双方自行达成,宣称已经着手调查,却进度缓慢。 平台这边等着消息,其女士又找到了快递运输公司,她如果不运输,如果检查严格,蛇也不会送到我家孩子这里来。 然而快递公司的回复再次让其女士一家寒了心。 快递员称,我只负责运输,看不出运送物品,其女士一家受不了这样三个责任方互相踢皮球的行为, 在事发后两个月将售卖平台、快递公司和卖家王某一并告上法庭,并要求赔偿140多万元。 她说,我的主要诉求是,要让更多人知道网络购物的风险。 我的孩子不是第一个,也不是最后一个。 有关部门需要注意监管和运输,不要让悲剧再次发生。 让他们知道自己错了,给孩子一个交代。 孩子错了,你们也有错,一连串的错误才造成了我孩子的死亡。 至于赔偿,我真的不需要赔偿多少,赔偿能把我孩子换回来,我怎么都可以。 就在其女士一家提交立案之前,广东清远有关部门已经对卖家展开调查, 清远邮政管理局也对快递公司约谈,做出21万行政罚款处罚, 售卖平台也及时和其女士一家联系,共同商讨事故的解决办法。 最终,2022年,法院判被告,共计赔偿约33.69万元, 其中,银环蛇卖方赔偿约25.27万元,售卖平台赔偿约3.37万元, 快递公司赔偿约5.05万元。 事件已尘埃落定,即便平台加强了监管,快递公司也要求用户实名, 快递物品要求确认类别才能邮寄。 然而就像其女士一家所说我女儿不是第一个,也不是最后一个, 随着互联网上的义宠博主的兴起,普通宠物的视频已无法满足看客的好奇心, 义宠商人现象仍然存在。 2024年4月,河南郑州一女世家中京县大蛇,后调查为邻居所丢。 2023年6月,昆明15岁男孩被自己饲养的剧毒蜘蛛咬伤, 经过8个小时的急救才脱离生命危险。 2022年9月,云南一男子在小区内被鳄鱼咬伤, 后调查得知小鳄鱼为邻居购买所养, 这些事情屡屡发生,一宠爱好者该警醒了。 还有网友问,我买蛇泡酒总行吧, 殊不知,这种看似常见的行为其实也同样需要人们警觉。 2013年,黑龙江刘女士曾活捉一条毒蛇泡酒。 三个月后酒喝完了,正当刘女士换酒时, 毒蛇突然跳起将刘女士手咬伤。 2001年,广西一村民活捉一条眼镜蛇泡酒, 一年后,当她准备长酒时,眼镜蛇突然跳起咬伤村民。 次日,村民在医院抢救无效身亡,不仅如此, 还有很多人因喝了毒蛇泡的酒中毒的, 2020年4月,安徽翁州就有两名小伙, 喝过蛇酒后中毒,险些丧命,回看起女士一家的悲剧, 在女儿离世后,其女士一家其实都陷入长期的自责和反省中, 在生命攸关的时刻,女儿一直拒绝告诉她人蛇的品类。 一是因为害怕,怕偷偷养蛇的行为被父母训斥, 二是因为无知,才错失最佳治疗时机, 每次想到女儿因缺乏信任,错过最佳治疗导致离世, 其女士一家都眼面哭泣,天天就雇着挣钱了, 忙着生计,忙着事业,把孩子疏忽了。 关心孩子太少,和孩子沟通太少, 她知道做这个是有错的,知道是我不允许的,才会瞒着我。 一个年轻生命的逝去总是令人悲伤, 然而最悲伤的莫过于, 这样逝去的生命明明有挽回的机会, 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要吃。 一旦性命攸关,如果不配合医疗救治, 老天不会给你第二次生还的机会, 唯有留下亲人独自哀伤, 我想,在天有灵的小方,也一定后悔莫及, 生命只有一次,请真爱生命,保护自己, 小方的教训,引以为鉴, 点个订阅不迷路, 果然离谱为您身巴社会上的奇闻异事。